结婚十年 她觉得自己受尽了伤害 她给我心里造成的伤害那种阴影 真的是没办法面对她 把我当仇人一样的 没办法复兴那种 绝望的她予以离婚求解脱 然而她却声称 妻子是她的遗异妾 我对她感情很深 如果答应要离婚的话 可能我这辈子 我真的没有前途了 她对她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当调解开始 她揭露她的凶恶 刻薄刺责 骂得我去死的那种 哭诉自己的无助 不知道怎么反抗 我只有掉眼泪的份 她却频频质疑 躁动不安 我说过这个话嘛 天哪 大家都事发事说 不要杀法 而后又痛哭流涕 悔恨不已 每次跟她吵完交 都是很痛苦的 我都很痛苦 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你内心这么不安全 还是心里有问题 心里有东西没解决是吗 可以不说嘛 她的内心到底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事情 而这又是否是她对待妻子言行不一 又爱又恨的根源 你最起码说了四次说 我爱她 但是她见了你都躲 都怕你觉得这是爱吗 她对你的爱是恐惧的 最终她能否直面自己 击破心结 而她又是否会回心转意 再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先生和林女士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样的诉求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先来说说 我的诉求是 没办法和她在一起生活 继续生活下去 是想要离婚的意思吗 对 这么多年 她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现在对她没有感情 她也知道 我不想离婚 我觉得我能起到她 是我上辈子 起出来的福分 我老婆她知道的 我对她很深的感情 可能我的方式方法不对 她对我的那种言行 举止 贪图 都是那种比较刻薄 刺责 刺责 刻薄 对 好小的事情 她都可以骂得我去死的那种 其实我每次跟她吵完枪 都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对她感情太深了 我会改变自己 我不想违背自己的内心 我要随自己的心走 一开场 李女士便泪如雨下 对丈夫 她充满了抗拒和害怕 张先生如今的自责和后悔 在李女士面前 也显然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口口声声 说着深爱妻子的张先生 究竟做了什么 让李女士下定决心要离婚 她不尊重我 控制我的人身自由权 手机给我设成了定位 李女士说 丈夫的控制 已经到了让她忍无可忍的地步 就在上个月 她仅仅只是和女同事出去逛个街 却惹来了丈夫张先生 莫名其妙地暴怒 有一次我跟我同事 就是出去逛街 我一出去她就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知道她随时都可以 关注我的位置 我在哪里 她就打电话过来骂我 使得到街上去干嘛什么的 还不使得回去上班 叫我不要到街上去 所以我才知道她随时 都在关注我的位置 我只不可以是去 到街上去 跟同事一起去街上 买一件东西而已 她就觉得没必要去 她就不希望我有自己的那个 到外面去啊什么的 不允许这种行为 对 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 单独来过南厂 或者这么样的 我都是上班 家里孩子两年一线 我忍受不了 我跟她没办法交流 有一种被受控制的感觉 没有自由 精神上很压抑 我常常在外面出差 其实我心里知道 她是跟她同事逛街去的 但是我还是抱着那种 不放心的状态问一下她 我就问她 你到逛街去的 她是哦 然后她就发了视频给我 我没要求她发视频给我 然后她一次一次逛街 我中间我也没跟她说 没跟她打电话 一直逛到她差不多快五点了 我然后就打电话说了她 我的儿子马上放学了 你是觉得她会逛街逛的 不接儿子吗 我是提醒的 需要你提醒吗 应该她可以完成 被消耗理性 那你这个提醒是因为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要她 在外面不要待得太久了 就是你心里不太舒服是吗 对 跟同事逛街怎么了 他就是不能理解 或者说他就是伤心 为什么我逛个街 你都不舒服 还是心里有问题 心里有东西没解决是吗 对 这个问题是以前发生的 还是在那一段期间发生的问题 我可以不说吗 我没有问你具体的呀 你告诉我是哪个时间段的事情 之前就有 是一直以来存在心里的是吗 对 这个问题你们夫妻俩 是你清楚他清楚 还是说只有你清楚的事 应该不清楚 可是没解决 对 我自己一直在回避 他不信任我 他总是喜欢 遗事遗鬼的那种 我精神上接受不了 就是他总以为我是那样的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 张先生之所以紧盯着妻子不放 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心里藏着一件往事 究竟是什么事 他却选择避而不谈 而对于张先生所指的这件事 李女士显然是清楚的 但他也并不想谈起 在他看来 问题的根源就是 丈夫张先生的疑心在作祟 因为这么多年的婚姻下来 丈夫张先生就算没有出差 在家的时候 对他也没有丝毫的放心 做出的行为反而让他更加难受 乃至窒息 我去上班有几个女同事 她都有加他们的微信 会问我同事我的那个情况 逛街啊什么的是不是跟你去了 有两个女孩子 我是加了威胁 后来我都三年了 其中一个女孩子是跟我买房子买在一起的 都是问他 这些张修怎么弄 那有问过什么 他是不是在跟你们逛街 有通过同事打听他的行动吗 对电话是 我没有 你现在就开始打电话跟他同事 可以不要杀讽吗 没杀 大家都实话实说不要杀讽 他每天只要在家没出差 他都会去几次 如果我不顺应他的话 他就说我见不得人了 我去不得吗 我说过这个话吗 天哪 我说过这个话吗 每天都要打电话 他的语气 语言就表现出 他就是怀疑我的那种行为 他就说不要跟一心走得太近 无缘无故就这么说 这个话我没说过啊 天哪 对啊 他就这样了 这个话我没有说过啊 我工作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问我查一句 可说张长说我可以查一句 你笑到你 我在那个地方 张长里面工作了五年了 他说过他忘记了 他也是抱着那种炸我的语气 当时我一个老板的儿子在那里 跟我一起待着 他看到我们坐在一起 比较近 他都会说不要看得太近 我什么时候见你坐 我跟他坐过一起啊 那是2014年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 对我在上班这种 说不要跟一心 接触得那么 也许他现在已经忘了 那我生命点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我希望你说啊 我从来没见过 你跟一心坐过一起 你也没做过这个事 他也没跟一心坐过一起 我也没见过 张先生 如果他跟一心坐一起 你会怎么样 我没有说过 他不能跟一心坐一起啊 我们当面说一下 我什么时候见过 你跟一心坐一起 你在他跟一心 接触这件事情上 是敏感的 还是无所谓的 这要看什么人 所以你是敏感的 有点敏感 但是他不能打比方啊 可能在某件事情上 也许你们之间 是有出入的 但是他心里 始终有那个感觉 我老公在这个事情上 特别介意 因为他公司 发生什么事 任何什么事啊 包括一些小事啊 他都会跟我说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环境就不好 所以你还是不放心吗 我不信 我一直我都在 我在保护他 保护什么 对他这个人 他人他相当善良 我觉得他事实上比较简单 太单纯了 就跟他所有的同事 都跟我说 你老婆还是一张纸 一张白纸 其实我每次跟他吵完架 我都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对他感情太深了 你可以电话联系 他家里的人都知道 我就不知道 外人都能看到到 我对他的爱这么深 为什么他不知道 我就对于我不理解 但是这样让人 无法喘息的爱 是很痛苦的 我可能我的方式疯罢 对不对 我很痛苦 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你内心这么不安全 他刚才就一句话 那是你想多了 所以这到底真的是 如你心里所想 有一个那么大的 巨大的阴影存在 还是真的有可能 像他所说的 只是一个误会 可能是误会吗 张先生 不可能 不能在这儿讲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得自己对妻子不放心 时刻担忧 张先生三奸其口 始终不肯明说 或许是如他所说 他是因为太爱妻子 太怕失去 所以今天才变得谨慎小心 生怕惹怒了妻子林女士 让挽回婚姻 变得再也没有可能 然而此时 林女士却表示 事实却恰恰相反 丈夫如此对他不是爱 而是赤裸裸地控制 因为生活中 他除了没有自由 还时常要忍受 丈夫的语言暴力 五六月份左右 去了一次新加坡 他也是好意 他说从来没带我 去坐个飞机 然后就让我去坐飞机 跟他们公司团 一起去了 第三天的晚上 就莫名其妙地骂我 他说客户说我矫情 说你老婆怎么那么矫情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因为我坐车 我会晕车 我难受 他说我很娇 他就以客户的名义来说我 他也这样说 难道别人还没有 我们有钱吗 别人都不会那样 他不是像我这么 这么好生好语地说 明白你的意思是 你感觉到他也觉得 你是个麻烦 或者说你真的很矫情 对 就是这样的 一直骂我 在那里 就在云顶 在那个新加坡云顶 我们都是客户 朋友都在一起 他就是隔隔不露 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也不吃饭 不是说他坐车 就没坐车他都不吃饭 说这个饭不好吃 不能吃 刚我就跟他这样说 我们都是朋友在一起 大家都在一起吃饭 你不吃 你要当个样 到来吃一下 我坐车 我晕车 你就有时候说话 真的 我们平常一说话 你就没坐车的时候 太 那你为什么 以别人的名义来说我呢 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解释一下 这已经对我心里 已经造成好大的那个 他认为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事情可能不是大事 但是你那个 是像他所说的 就是骂他了吗 我没有骂 我从来没骂过他 我就声音大一点 不是你不能这样做 他不是这样的太多 我可以说我第一天八卧 我从来没有骂过他 他手指指通那样 点点通点着我说 就说谁没你有钱啊 谁会跟你一样 这样子那样子啊 反正就那种嘴点那种 就好怕他这种对待我 他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女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可能是一样方面伤害他 我从来没有说 怎么动手去打人 我从来没做过 对他感情很深 可能我真的 我需要改变他很多 确实我也一直在 一直在改变自己 我爱他 我不认可 首先他不认可我 他总是拉我跟别人比较 说我不会过日子 他总是说我 懦懦矫情什么的 在李女士看来 丈夫对自己充满猜疑 谩骂和不认可 这些都已经让他 无法再忍受 以至要离婚 而张先生却显得非常矛盾 一方面反复强调 他对妻子的感情很深 不想离婚 另一方面 面对李女士哭诉的委屈 他又充满了不解和抵触 这不离让刘女士更加怀疑 她所谓的知错 所谓的深情都是表面的 为了证明 丈夫根本就不爱自己 李女士随即说出了 丈夫做出的又一个 让她怎么都无法理解的行为 多买两件衣服 她都严厉地骂我 说买那么多衣服干嘛 死了放在棺材里面 神情跟那个语气 好像可怕的那种 适者的 对 在我内心当中 我就很怕她 我觉得我也不过分 我就喜欢买两件衣服 我也没别的爱好 她就不能结束这个 很愤怒 愤怒的就是那种 像把你衣服剪掉的那种 巴不得让我骂得我 找个地方钻的那种 到时候我现在 花销买东西的时候 我都有种恐惧 会想到她会骂我 作为一个女的 我什么都做到了 没有理由那样子对待我 她要的生活 要那种比较浪漫的生活 我给予不了 其实她每次买完衣服 我都会做了她 我都会给钱给她 我一直会说的 我说你买衣服 买正装一点 买好一点的 不要紧张去买 买那种穿了一下又不穿 你们到我家去看一下 她哪个别人都不要的 我每次我带她去买衣服 我都给她买好的 然后她说 我说她叫她不要买衣服 她下次就不会买 她依然我心我手 好多人都说 你不会跟她好说 我说我真的跟她好说了 我每次在生气之前 我都跟她好好说了 然后她根本就不听你的 我就会发脾气 也许我这种观念是错的 因为我自己不消费 不能强制别人 不要消费 因为我自己一次没有安全感 我只有赔名赚钱 赔名成钱 我觉得我才有安全感 这一辈子 我真的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在付出 我自己在外面 相当苛刻的 她知道 我从来自己不买点衣服的 我在外面做业务 我是能走路不坐车的 能坐车我不打理的 我吃饭我吃的 我都找路边吃的 吃完面五块钱搞定的 她从来叫我不要这么省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 没必要 因为我从农村长大的 我家里比较穷 你是觉得好不容易奋斗到了今天 对 我并不是说 我敌分把这个家里 搞了四分五六 不是这样说的 我这十多年 我都为这个家在付出 这点她应该要成认 她说她对真的家负责了 一直在对真的家付出 这是后来这几年 我刚开始嫁到她家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付出 认不得了 那个时候我没有钱 我没找到 不是说钱的问题 你不要说这个话 这个话可以叫任务人来说 我一直没有钱的时候 我不敢用 有钱的现在有钱的 我也还是不敢用 那个时候我怀孕的时候 她也不在家里 也没有去挣钱 我身无分文 她爸妈也不在家 我就怀着孕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怀向保 就是要保胎 就是我妈妈带着我 自助去求医 然后她也没给我钱 前几年她是跟我 吃了好多苦 我对她可能是 方式方法不对 但是我对她感情 是很深很深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我心里面有阴影 但是我 是啊 我永远会想着相信她 我时刻都在说 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她骨子里面 确实是个好年来 我时刻都在说 张先生 你知道大家有一种说法 来一个痛快吧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就是相信你肯定发生了什么 可是我就是逃避 不跟你去聊这个问题 她一辈子活在你的这个 嫌疑的阴影里 其实你自己也活在这个阴影里 要么大家面对正视这件事情 翻篇过去 要么翻不了的话 大家就各自散去 翻篇过去 我确实有好大的责任 今天找家里找到这些 我要付好大的责任 我想把这篇翻过去 不说了 没有什么事情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 张先生都充满了不安 当李女士无法完全顺从时 她便难以自控地大发脾气 语言暴力 但她并没有深刻反省自身的问题 而是多次提及自己心里的阴影 仿佛错先在李女士 才导致她对李女士又爱又气 她这样的态度 让李女士越来越没有希望 只想离婚 况且当初她嫁给张先生 也不是出于爱情 而是迫于无奈 我从小就不自信 别人说我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才导致我找她嫁给她 她比我年长八岁 就是因为不自信 才这样嫁给她了 李女士原本期望 年长八岁的丈夫 可以呵护体贴自己 却没想到 丈夫婚后对她却是不尊重 控制甚至是谩骂 面对去意已决的李女士 张先生再一次情绪急转 哭诉求和 我的痛苦 我不想离婚 结婚十年 张先生对李女士 究竟是真爱还是伤害 而她今天一边辩解 一边认错的矛盾表现 调解团队又会如何看待 我感觉这个男的 是特别喜欢女方 这里面当中也有当年 她下嫁给你的感恩 因为当年穷苦 走到今天不容易 你喜欢她 她肯定懂 但是你所谓的爱 让她窒息 让她要逃离你 老公陪上班 你这个就有点过 你认为你很随意 我是顺道 我是想陪陪她 她很难受 这种陪是一种控制 是一种监督 在消费观方面 你虽然现在条件好了 有钱了 你还是很节约 你可以吃一碗面条 花个几块钱的 盒饭工作餐 都可以对付 这是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爱这个人 就像我爱我的孙女 我自己很节约 但是每到她休息 我一定会给她买 最好的牛排 那就叫爱 我自己舍不得吃 但是为了她 我真会舍得 而不是你觉得浪费 你买那么多衣服 就是浪费 你也说得很好 我带她去买最好的衣服 买这种比较正统的衣服 不要买那些 七七八八的衣服 其实女人的衣服 其实不一定要贵 她可能就花小钱 就买的是一份开心 买的是一份新鲜 买的是一份特赦 你可能理解不了 这就看我们如何真正的去 真诚的去爱对方 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说 我是最爱她的 她怎么什么的 你觉得很冤很冤 但是你的爱 是你自己的方式 方法去爱别人 她对你的爱是恐惧的 是难受的 我相信 我觉得她不是在做作 我不觉得她是在矫情 她是真实的感受 假设你真的爱她 真的用心了 你就更多地去 懂得如何来表达你的爱 如何让别人真正喜欢 接受你的爱 张先生 你来到这儿的目的是寻找 她到底为什么 对我的爱不那么接纳 当林女士在说问题的时候 你总是表现得很无奈 赶紧就想插话 就想把她反驳回去 你到至今为止 没有完整地听她 说过一句话 她把自己心里的苦说出来 你才知道 这个苦的点在哪 才能够改正 她说了 你经常骂她 可能在林女士的心里 你的说话声音大一点 我就是接受不了 你说你改 连说话声音大小 这点事都改不了 你说你改什么呀 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学会去聆听 聆听对方想要什么 你不停地强调 你最起码说了四次 说我爱她 我对她感情很深 但是你对她的爱 让她很累呀 她见了你都躲 都怕你觉得这是爱吗 这哪里是爱呢 这是枷锁呀 当她想跟你表达的时候 你不给机会 那到最后的结果 她就不想说了 你骂我 随你 她希望找一种安全感 她希望的是 我是一个小鸟 依人的女人 我希望我身边的男士 可以用她宽广的臂膀 保护我 对我说话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 比如说 我买件新衣服 不管它好与坏 是我自己喜欢的 不管它便宜贵贱 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希望你能认可我 哎 媳妇 这件衣服真不错你穿着 但在生活当中你缺少了 一直在指责她 在跟她对着干 生活当中的小小的 点点滴滴的甜蜜 是需要的 这样才能够让她 感觉到安全感 你说你自己没有安全感 那你给了她安全感吗 安全感是彼此相互的 现在的状态是 你们两个是 不同频道的人 在同一个轨道上 生活了将近 十年左右的时间 多痛苦呀 我想对 林女士说的是 我不知道你的自卑 给你的内向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请相信一点 你要自信一点 长得挺漂亮的 而且你把家照顾的也很好 你可以做得很好的 树立自己的自信 当张先生觉得 林女士是一个傻白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难免的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挑剔 有很多的担忧在里边 你不够听话 那我就会很着急 我就会凶你 会用一些方法去约束你 去改造你 完了以后 这个男人他的一种 独特地表达自己愤怒的这种方式 让你感觉到很恐惧 而你自己恰恰又是一个特别习惯 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自己心里的人 你自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想的什么东西 你根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你把这个东西表达不出来 对方他又怎么能够清楚地了解呢 你要想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觉得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哪里 在于尝试着把自己 心里边真正想说的话 给他想清楚了 给他说出来 这一点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说就是那样子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不是含糊过去 你越含糊 你自己越痛苦 沟通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说 去告诉对方 你不要这样再批评我 你不要这样再骂我了 而是我们更多的 我们要在和他的沟通当中 让他去看一看 我们做什么事情是靠谱的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经验的 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能力的 但恰恰在生活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调解员胡建云决定针对张先生对症开药 我要给你开三个单子三个药方 张先生能否在胡老师的药方中找到改变自己的方向 他又能否懂得究竟该如何挽回妻子 你说你爱他我认为是叫什么呢 叫间歇性喜欢持续性不满 间歇性喜欢就是当你心平气和 当你需要的时候 当你觉得他听话的时候 或者当他可能要离开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好喜欢他 我离不开他 然后就说我好爱他 是不是 但是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会触发你心里面藏着的那个遗憾 本来你愿意进入到这个婚姻 你就应该摆正未知 我认为你是一直没有调整好自己 所以我要给你开三个单子 三个药方 我认为你缺 第一叫善良 不但对他以往的事情 包括他生病生孩子时候的照顾 你都没有 第二个呢 真诚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职业的关系 还是生活经历的关系 我觉得你不知道真诚的力量 你也不知道真诚的舒服 从你今天这种对话来看 我认为你还在用一些小技巧 没有必要 你跟他相处过程当中 有很多担心 然后你就拐着弯 用一些小技巧 不如坦坦荡荡 不拐弯 比如说我担心你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不要喜欢别人 因为我很喜欢你 当然你喜欢别人是你的权利 但我增加我的吸引力 是我的权利 那人家听得很舒服 很坦荡 对吧 我认为你可以尝试一下 第三个呢 叫谦卑 其实你在他面前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不管从经济上 体力上 还有你这个嗓门上 你都有优势 而且生活经验上 你比他丰富 但越是这样 其实越是要谦卑 谦卑的人 他不会用暴力 压力 去影响别人 去控制别人 他就会说 我很自信 所以我可以 我有力量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有趣的人 做一个温暖的人 你要注意他当年嫁给你 也许并不是出于爱情 但是我相信他下决心 嫁给你的那一刻 一定在你身上也看到优点的 一定也在你身上有希望的 这些都是你的真正的优势 你应该把这些扩大 给他一个安安完美的 舒舒服服的家 多好 你说他是一张白纸 白纸怎么了 白纸就傻呀 不一定的 即使他经验不足 你可以教他 然后如果是白纸 你也不能在那里大喘气 你一喘气 那个白纸不就飞走了吗 老天对你不是挺好吗 比如说你一个 你很喜欢的妻子 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你那里 往那时候你开始担心受怕 开始胡家胡威 你说你在干什么呢 老子都还不如娶一个 还特别普通的 是不是 明白夫妻关系 彼此要尊重 即使很生气 也要知道自己能用什么 不能用什么 夫妻之间更多只能讲吸引力 而不是控制力 调解员胡建云劝导张先生 不要因为紧张担忧 从而对妻子怀疑控制 而是应该发挥自己的优点 吸引妻子 这样婚姻才能继续 然而进入密室之后 林女士却表示 她已经不打算再给机会了 前两次她也是表现的 这么态度是一样的 这种认错的那种 说什么都愿意为我 一样的那种物质方面 都有那个明显的表现出 特别好 回去了之后 然后就是 就变回去了吗 对 这一次我真的是 没有那种想法 如果她又不能 不能给我这样的空间 就多多 就缠着我 她就这种心里 跪下 拜你这样子 我就受不了 好 我会跟她讲 这些言行 让她收敛起来 我让她从说变成做 就是真正的行为付出 而不是靠一些 就是华丽的辞造 她真心地去悔过的话 她就应该有一些 实际的付出 五蕴劝解林女士 看张先生这一次调解的态度 来做最后的决定 此时场上 张先生对妻子 有了更多的认同 认错的态度 也渐渐地变得更真实和深刻 我老婆在我家 坐过得特别好 我非常感谢她 包括对我小孩 包括对我 我确实以前 大男人主义比较重 好像事情 好像自己想怎么 也是怎么样 给她造成好大的伤害 其实我每次都在问自己 跟她吵了架以后 我应不应该这样说 我做这要有什么意义呢 不再没其他任何做 有些话是这样的 反正把自己婚姻摧毁了 对 你意识到你的问题 你怎么去改变呢 夫妻子安生要相互真容 我都会改变 尊重她的意见 去信任她 是尊重的 以前我让她苦了那么多年 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为什么不能让她享受一点 张先生表示 她会尊重和信任妻子 这也是林女士过去所期待的 带着张先生的这个态度 律师妙宏涛来到密室 和林女士沟通 这个男人最坏 一个是工作压力大 第二个 他对你是说是有爱 但是爱的方式 他不知道怎么对 我嫁给他去出资于什么的 他比我年长 我需要的是一份 呵护 那种背后的那种依靠 我跟他在一起 上过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温暖是这么写的 温暖 感受不到 然后幸福这两个字 是这么写的 主要就是不尊重我 我没做出什么 他都要那样子 就把你 羞辱的你 骂你那种 他的举动就 给我造成伤害 改变不了的 他会用其他方式来 来帮助你 选解 比如说 带你出去玩 你接受吗 我想接受不了 林女士还是对于张先生 以往的粗暴 难以释怀 也不愿意相信 张先生会真的改变 随后观察员武运 尝试劝李女士 给对方一个观察期 之前你隐忍嘛 就没有改变啊 现在我们给他提要求 让他做更多的调整和改变 而你变得更加有底气 有力量 如果这样一段磨合 不够理想 我们再来放弃 密室之后 李女士会考虑 给张先生一段观察期的机会吗 张先生又会对林女士 做出的决定 抱怎样的态度 我先把 密室你的这份协议 给你们两位念一下 第一条 南方承诺 今后控制情绪 杜绝语言暴力 给妻子信任和理解 充分尊重妻子及其家人 二 南方承诺 公开家庭经济收入 每月给妻子六千元的生活费 和妻子平等沟通家庭事务 理解尊重妻子的消费观念 三 女方表示 会给南方三到六个月的观察期 观察期间 如果南方有违反约定 那么女方则考虑离婚 这样可以吗 能接受吗 能接受 好 那我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通过这次到经脉调节来 说心里话好了 以前自己的问题 自己也没有发现 导致我们现在夫妻之间 关系成了这种样子 我这次认知了错 我真的跟以往不一样 我不想拥有我的过程 导致我的家 我的小孩没有妈妈 在我心里面 我对这个家 包括对我老婆 都是有爱有承认的 所以老婆 请原谅我 以前在种种不识听 都造成的伤害 你看我也要怎么做 我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练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你的态度 是跟以往是又不一样 你现在今天在唱 这种能够的态度 从内心意识到这些问题 真正悔改的话 我愿意给你几个月的时间 但在这期间 希望你能尊重 上面以上说的 刚刚那个 万一你没做到 就按照那个 把那个程序走 我珍重这约练的 如果我违反的话 我珍重你的选择 好 谢谢老婆 张先生 我就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你刚才那样表达 不会影响你的男人的形象 每一个人之处能改 能够调整自己 能够反思 有道歉 我觉得都是 很有男人味的 特别希望你给他一个幸福的生活 你不容易 他也不容易 对吧 同样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为两位当事人准备了 由鄱阳湖大米提供的 优质大米两份 希望你们都能在生活中 找到生活的好滋味 金牌调节调出和谐幸福 金牌毫米争出美好满足 调节结束了 李女士决定给张先生 也给这段婚姻最后一个机会 张先生也拿出了温和谦卑的态度 希望今后张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信任和温暖妻子 给妻子一个幸福明朗的生活 也希望李女士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用智慧和方法帮助自己走向更理想的未来 你会不会经常感到精神疲惫提不起劲 哪怕有大把的时间给你 吃又吃不好 睡又说不好 做也做不安 如果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不仅影响你自己 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到你和身边人的关系 如果你想改变它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回复精神衰弱四个字 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免费的精神衰弱测试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